嗨,我是寶可夢,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喔 2023年的第二季數位帳戶省回饋排行榜又有更動了 到底是哪些銀行做的加碼?趕快來看看 從最低有1.5%到最高有5%的利率喔 非常的驚人,到底怎麼拿到回饋呢?一一跟你解說 11組的高利活儲帳戶介紹 先從特別推薦永豐大戶開始講 1.5%的高利活儲不限定新舊戶 只需要往來10萬塊錢就可以拿到這個高利了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6月30號 第三季的部分有可能會有加碼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元起期每個月的20號來結算21號給利息 一定要往來10萬以上才能夠拿到1.5%的高利活儲 低於10萬的話是沒有的 當你拿到了大戶等級之外 你還可以享有大戶卡的指定通路有5%的回饋 最高海外有來到了8%回饋,非常的不錯 你存30萬元每半年可以領到2268元的利息 下半年可以領到更多 推薦你呢可以搭配大戶頭來購買證券 投資台股美股其實都很好用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QR Code來上車 下一個推薦的是第一銀行的 ILEO數位帳戶 這個帳戶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呢 就是不限定新戶或是舊戶 也不需要解任何任務 你只要有放錢就可以拿到利息 最高可以拿到2%的高利活儲 一個月可以存多少呢 12%元如果你存一年 從1月1號存到12月31號 存好存滿你可以拿到2400元的利息 起席金額是100元 所以非常的佛心 給席的時間點是每個月的月底 所以要特別注意不是21號 也不是半年一次 是每個月的月底會給一次利息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QR Code來上車開戶 華南SNY數位帳戶 這個SNY數位帳戶有一個很大的亮點 不用限定新戶還是舊戶 也不用解任何任務 你只要有帳戶有存錢 就可以拿到2.3%的高利活儲 活動期間是1月1號到12月31號 起席金額是100塊錢 每個月的21號給你利息 10萬塊錢存一整年 存好存滿可以拿到2300元的利息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QR Code上車 最簡單 興光OU數位帳戶還是要跟大家特別的解說 這次的名次裡面 興光居然佔了兩個名次 舊戶有舊戶的玩法 興戶有興戶的玩法 那舊戶的玩法怎麼玩呢 給你看一下 舊戶專屬的最高有2.4%的高利活儲 你需要完成兩個任務 第一個任務是ACH2萬元到OU數位帳戶 第二個呢 請你使用電子支付帳戶 像Ecardone Money 每一天吸10萬塊錢 一個月只要完成兩天 你等於是一個月就可以有20萬的額度 下個月這20萬就可以拿到2.4%的高利活儲 它是舊戶專屬的 有帳戶加解任務就一定有 期期金額高一點要5000塊錢 一樣是每個月20號結算21號給的利息 它有分活動加碼利率跟基礎利率 基礎利率的話就是每半年給一次 活動加碼利率就是每個月21號給你利息 所以如果你存20萬 你每半年可以領到2420元的利息 其實真的蠻多的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掃碼開戶 遠銀Banky的話呢 一樣是最高2.6%的高利活儲 它是限定新戶上車 那如果你是救護的話呢 請你一定要救一個人 才能夠拿到這樣子的高利活儲 任務攻略呢 限定使用推薦碼跟團申請 才能夠享有2.6%的高利活儲 可以享有半年的部分 我的推薦碼是HWQ44 有興趣歡迎上車 活動期間呢 是1月1號到6月30號 新戶跟團獨享 首6個月有2.6%高利活儲 差不多就是 除5萬塊錢半年 可以領650元的利息 每個月20號結算21號給你利息 以百元為整數來做計席單位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找QR Code開戶 接口的接力存帳戶 這個是最近很新的一個 數位帳戶 接口接力存呢 其實是彈性RECHR跟接口支付 一起合作推出來的金融服務 他是把接口的會員呢 分成了5個不同的等級 那從這個銅到銀到金 然後到白金跟尊爵 當你完成的任務越多 比如說付款次數越多 最高20次 你每個月付款的金額 最高來到2萬元的部分 你就會升上尊爵會員 那尊爵會員呢 搭配接力存的帳戶 你一個月出5萬塊錢 可以拿到3%高利活儲 所以他是希望你多多使用他的產品 然後可以享有更好的福利 這邊可以看一下 活動期間是5月4號到11月2號 需要開利接力存的帳戶 當月完成20筆支付加2萬元 你就可以享有最高3%的高利活儲 然後每個月可以存5萬元 那尊爵會員權益可以享有90天 在這個月完成任務 馬上就升級成尊爵會員 然後你就可以從下個月開始 就可以享有90天的這個權益 提醒你這個是一元企息 每個月的月底會來支付利息 那存5萬元的話 你一個月大概可以領127元的利息 有興趣的話這邊可以掃碼開戶 聯邦銀行newnewbank 新戶第一個月可以拿到8% 之後你就是救戶 那救戶的話就是完成任務才能夠拿到3% 之前是只有信用卡刷卡6000塊錢 那現在新增一個任務叫做 你可以推薦一位親友上車 下個月拿到2%基礎再加上1%加碼 所以最高要有3% 每個月20號結算呢 21號給利息 第一個月呢 你可以拿到658元的利息 但是從下個月開始呢 就是變成247元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碼開戶 第四名呢 是新光OU數位帳戶的新戶活動 這是2023年的4月6號開始的這個限時活動 怎麼結任務呢?很簡單 你只要新開立OU數位帳戶 並且申請OU...卡 或者是新光還以現金回饋卡 那有這張卡片之後呢 只要認刷一筆不現金了 下個月開始呢 你的新光OU數位帳戶 就可以享有3.125%的高利活儲 可以存20萬 連續存半年 存好存滿 你最多可以拿到3150元 相當於他的這個新戶裡呢 你半年就可以賺3000多塊錢 非常非常的不錯 那現在開戶還有什麼好康呢? 就是開戶就送你188元 現在跟團呢 回報再送你170分 最高呢 可以拿到3438元的回饋 非常的難得 趕快把握幾位上車吧 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活動期間呢 是4月6號到6月30號 新戶專屬喔 開立OU數位帳戶 再加上寫刷卡任務 最高可以拿到3150元的利息 限量前5萬名 把握機會趕快上車 起期金額比較高一點 一樣是5000元 利息給的部分呢 是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基礎利率 是在每年的6月跟12月份給 那第二個呢 是加碼利率的部分 會在每個月的20號結算 21號給你利息 那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跟團上車囉 台新Richard數位帳戶 一樣是新戶專屬的部分 你是2022年12月1號起開戶的 才能夠享有這樣子的好康 活動期間呢 是1月1號到7月2號 7月3號開始呢 一樣就是救戶了 他的救戶呢 需要解所謂的證券 或者是外幣任務 證券很簡單 就是開立一個證券罐 那你就符合這個1.3%的高利活儲 可以存30萬元 超過的部分就是只有排告利息 1塊錢就起息 每個月20號結算 21號給予利息啦 存10萬塊錢的話呢 你大概半年 可以領到1586元的利息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直接掃QR Code 上車 國泰釋華的青年子帳戶 他最高來到3.5% 不過他是幼馳專屬 如果你是超過25歲的 中年大叔跟大神的話呢 就不適合你了 這是給年輕族群使用的 他的起息金額一樣是5000塊錢 每年的6月20號跟12月20號 來給予利息 要把你的錢放在紙帳戶裡面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一樣可以掃QR Code開戶啦 最後一個要分享的是 將來銀行 將來銀行他一樣分開 就是新戶跟舊戶 這次的新戶呢 非常的不錯 因為他最高來到了5%的高利活儲 2023年4月1號起 你只要開戶 就可以想有3張 有排告利率加4.25%的N倍券 加起來最高一樣是有5%的高利活儲 他的存期是30天 你有3張就可以存最高有90天的部分 這個高利活儲呢 很不好意思 限定新戶 活動期間是4月1號到6月30號 把握機會趕快上車 救護的話呢 20萬元以內可以拿到1.5%的高利活儲 只要超過20萬元 最高就是1%的高利活儲無上限 加強卡比較特別的是國內刷卡1.5% 海外呢 再加碼3.5% 所以最高就是5%的N點回饋 那每個月最高是500 所以回推大概刷個14000多 都是符合資格的 有興趣的話呢 這邊可以掃碼開戶 如果你身上有100萬元 你要怎麼去做分配 才能夠拿到最多的利息 依我們今天介紹的11個數位帳戶 依序存下來 跟大家分享 比如說江南銀行5% 你可以存5萬 然後國泰千年紙帳戶3.5% 這些帳戶依序存好存滿 2587存100萬 所以大概就是平均2.5%的高利活儲 存一個月的部分 不過呢之前也有人反應 就是你怎麼可能每個戶頭都開下來 所以我建議你挑幾個你自己覺得好用的 星光OU數位帳戶你可以20萬元 然後再來永豐大戶可以存30萬元 第三個上海銀行CloudBank 你可以存個50萬元 這三個帳戶加起來剛好可以存100萬元 但是你的平均利率呢 就沒有像剛剛算的那麼高了 挑選數位帳戶的三大清法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第一個你可以挑選高趴數的高率活儲來開戶就好 比如說像江南國泰或者是ReChat 星光OU等等 第二個呢你可以挑選整合性高的數位帳戶 比如說永豐大戶數位帳戶就還不錯 那星光OU呢它目前呢跟原付證券有推出 OU好戶頭 它的開戶整合性呢也越來越好了 所以這個也可以參考 第三個你可以挑大額的帳戶來開戶就好 Banky1.31%無上限 樂天銀行有1.35%無上限 那像星光OU20萬 永豐大戶呢有30萬 上銀Clubbank有50萬 這些東西加一加大概都破百萬 這是我個人推薦的五檔喔 比如說將來銀行新戶新開戶新存錢 第二個呢是星光OU數位帳戶 新戶開戶3.125%可以存20萬 這個也算是還不錯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很多銀行數位帳戶的舊戶 這些呢你都應該好好把握 那很多限星戶的部分就看你自己的身份是否符合資格啦 隨著央行升息啊其實也有蠻多數位帳戶很佛心喔 都跟著一直往上提升了 像星光OU 將來銀行 或者是上銀Cloudbank 其實都是優等升還蠻不錯的 那下一季是不是還有其他銀行會跟著往上升呢 請大家就持續鎖定我的頻道 也非常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他們對於高利火除數位帳戶升息有興趣的話呢 都一起來追蹤一起來了解一下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